大家好 因为这个外面的风特别大 也没有出去就在车子里面了 大家看一下对面那个车子 那个是我老乡的车子 我老乡他找的是一个上海人 然后他们是搞中医的 他们出来一路行医治病救人 一路待着还是旅游 我感觉挺好的人也挺好 大家看看今天中午 给我送了一大盘的焖面 然后还有一碗的羊汤 在这寒冷的冬天 喝了这碗汤以后 我炖感这个浑身的暖融融 其实我一直出来以后 遇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帮助 包括我的老乡 包括粉丝 他们都很关心我 其实像这样的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 我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这个关怀和温暖 真的 我感觉 我们的国家 是一个有爱的国家 我们的生活啊 也是一个有爱的生活 在大家这么多人的爱和关注下 我跑到了海南 走过了二十多个城市吧 我体会最深刻的就是温暖 自由 自由就是我离开家庭以后 没有感受过的放松和自由 温暖 温暖就是来自于这些外界 这些朋友 旅友 朋友 老乡 粉丝 真的他们的爱 使我很温暖 一顿饭 其实 说的是很为不到 但是这是一份爱心 是他们满满的爱在里面 我吃了这顿饭 我真的感到特别特别的温暖 而且老乡的手艺挺好 做的真的非常非常香 我到海南以后 外面的这些饭吧 也吃过 但是真的 这里面有家乡的味道 更有爱的味道 因为有爱它才香甜 因为有爱它才好吃 谢谢我的朋友 谢谢我的老乡 谢谢我的粉丝 谢谢我的家人们 谢谢你们支持 谢谢你们关心 让我在有爱的环境中 自由自在的旅游 旅行 在我有爱的环境中 感受外面这么美好的世界 好了 朋友们 我们再聊